这就是京都站了 酒店的话走路17分钟 坐火车16分钟 由于京都我看人也不是很多 路也很平坦 所以我们打算走过去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住的酒店 叫Auntijon 从京都火车站刚才走过来 16分钟17分钟的样子 一公里有点远 没想到一公里还真的不近 本来以为挺近的 这个酒店呢 还挺特别的 京都风味吧 这边有个小人 然后有一些园艺 门的话呢 不是自动的 是手动自己开的 我觉得他应该是这样拉开的 然后 这边就是酒店的大唐 酒店大唐有卖 刚才我买了一张One Day Pass Kyoto 据说Kyoto的公共汽车是221次 那买个One Day Pass应该是比较划算的 然后这边应该是有一些卖的纪念品吧 这间酒店的 因为这间酒店它的浴缸都比较大 所以这边应该是有一些泡澡用的盐 或者是熏香香料 这边有一些香料 然后抽屉里有这个浴帽和这个化妆棉 棉花棒 这边有树子 然后刚才酒店的人跟我讲 这个户外呢 也是一个公共的空间 这边有一个 算是玩的地方吧 明天早上 我们这次酒店呢 有都是买了早点 那应该是明天早上吃早点的地方 这边是一个公共的Library 酒吧 然后它这间酒店搞得艺术的范儿很高 你看这边的Lundry洗衣间啊 然后吸烟室啊 然后茶水间啊 什么的就搞得很有那种艺术的感觉 对吧 这是上楼的电梯 上楼呢 就挺正常的一日本的电梯 刚才我已经进过这个房间 我带大家再走一遍 Auntijong Hotel 这是它的lobby走廊 第一次见这种走廊 然后我把门已经打开了 我们住的是这间离电梯最近的一间 301 然后这边有个穿衣镜 我们看一下室内 蛮特别的这间酒店 可能是京都的风貌吧 这边有一个小椅子 应该坐两个人三个人都能坐下 这边有个小桌子 它的灯好像不是特别的亮 我不知道上面那个灯会不会能点着 还是怎么着 但是感觉灯不是特别亮 然后床比东京的床要宽大一些 放了两套睡衣 然后这边是电视 那边一进门的地方有个穿衣镜 这边有一排衣架 然后下面还放了一个加湿器 这个空调刚才我们是进来找了半天 这边有闹表 空调是在这里 看没有 找了半天 把它找到了 不知道会不会冷 现在是夏天 京都虽然比东京要凉快 但是还是挺热的 感觉这个出风口罩好像挺凉的 嗯啊 有写 刚才没有看到这张小纸 看一下它的卫生间 卫生间吗 日式的啊 算我见过的酒店里面算还可以的吧 虽然说不上大 但是也不是特别小了 比东京的 要大一些了 这边有一个领域的东西 anti-rom rom tour 这间酒店是早上的7点到11点可以用餐 然后每个客人凭自己的房间号呢 会得到一份每日立餐 选择这家酒店呢 是因为他们的早餐看起来比较丰富 这两天呢 在酒店吃早餐我也觉得确实是 一进 这个restaurant呢 它每位客人会给一个每日立餐 像今天给的是black pepper hem cheese 然后这边有各种的饮料 有milk 牛奶 果汁 这边还有萌萌水 汤 你也可以点 不同的coffee 我穿了一下coffee还蛮好喝的 然后这边有不同的面包 喜欢那种就行 旁边有个烤箱 喜欢烤一下就可以 这边有一些配料 然后主菜一般在这边 有的时候没有的话呢 工作人员会很快的加上新的香肠 这个照烧鸡蛮好吃的 已经快拿没了 没关系没了 等会他们会再去 这个soup 刚才我喝了这个 阳白菜汤 还蛮好喝的 可能已经没了 他们要去去新的了 然后这边有更多的dessert甜品 甜菜根的汁 然后一些小菜 在酒店吃东西呢 有一个好处就是很早 比如说六点七点 你就可以起来吃东西 然后就可以去玩了 不用出去以后 还到处找吃的 有的时候景点 未必有什么吃的东西 然后它的用餐环境呢 就像一个咖啡厅一样 特别的棒 刚才我来玩这个红白掌机 跟我小时候玩的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这部游戏机 我曾经有过一部一模一样的 但是早都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了 刚才摸这个手柄的手感呢 哇真的是很心酸的感觉 电视机呢 我想说家里电视机比这个要大一点 不过同样的也是有个风扇 也是有个很像像的一个风扇在旁边 我开始明白这间酒店的用意 这间酒店里很多这种小东西 刚才玩了一下 这个是超级马力 真的是可以玩的 哇真的是满满的回忆 我觉得总的来说 这间酒店呢特别的稀释 有很多小细节 真的是很特别的 除了地理位置稍微有点不方便 前后的公共汽车站 或者这个火车站 都离得不是那么的近 都是大概三四百米五百米那样 距离不是特别的近 其他床也很舒服 工作人员也很亲切 然后有很多像这种 坏旧的东西 蛮特别的 建议可以尝试一下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按赞订阅分享我的频道 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期见